我面前這部是麗池安哥系列AS133的前級放大器 即是我們自己叫前級 為什麼會拿它回來 第一可以搭配我後面的AS125 第二就算你沒有AS125 它也是一部很有賣點 很多東西玩的前級 第一它可以教驚 教驚即是有教增益 第二它可以教Level 第三到最後它才教Wallum 你會問驚和Level那麼多東西教怎麼搞 我自己怕就不動它 因為後面它是用來匹配後面的後級 既然它配上一套西裝的1.25 就是零 不需要教其他東西 那Level呢 聽人說原來是用來教那些 譬如有時有些錄音比較細聲 譬如有些黑膠有些CD 你明明那個Wallum沒有動過 但比較起其他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會比較細聲 譬如其中有一隻很貴的Muddy Water的CD 我都有的 即是24K那隻 炒得很貴的那隻 一進去 為什麼這麼細聲 我唯有就要教大Wallum 如果不能教Level 但其實如果有得教Level 是應該教Level 而不是動過Wallum 因為Level這東西 才是對應你的信員的大小 Wallum就是用來控制你播放的音量 所以比較高級的前級 都會有驚、Level 以及Wallum三樣東西給你自己教的 另外除了那麼多東西教之外 它還有一個大的賣點 就是它是用2A3 即是用2A3 通常都是單端的後級 很細火數的後級就會用 但前級用2A3 其實是比較少的 它用1G5U4G 然後去一對的6SN7 然後再去一對的2A3 如果你收藏好多漂亮的2A3的話 因為有很多朋友說 其實2A3應該是比300B還好 如果你是有些很漂亮的2A3 你想試一下用2A3做前級的話 那麼這部Level的133 你也可以考慮一下 在輸入方面 其中一組就是平衡輸入 還是真平衡輸入 如果你的信員是有平衡輸出的話 也可以接駁到Level 133使用 Level on go 系列 AS133前級的定價是23800元港幣 如果你想試聽 你可以約我 那我就會配合後面這部 我心愛的AS125給你聽聽